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决美国北约40多国的AI部队之大决战 首先 第一 经济方面 欧洲的能源生活指数已膨胀了58人 从这场战事开始 而且世界前五名的世界军火山都来自美国 基本上对这场战事美国来讲 是一个大惊患 能让美国大赚得赚 从这场战事 很多军火山都能够热烈的销售他们的武器 重重转起暴力 美国从这场战事中 从俄罗斯进口更多多50%的原油 而转售到欧文 重重转起更大的暴力 第二 战略层面 俄罗斯改变了战略方向层面 揣用了远程的导弹射击 俄罗斯现在每周能生产2000枚的导弹 而用长程的远程的导弹攻击乌克兰精力 取代传统的战事 但是俄罗斯的导弹缺乏方向感 很多差不多6-70%的导弹 都不能够精准地击中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目标 简直是一个废弹亚弹 第三 AI层面 大量的制空权现在还落在乌克兰 美国所提供的斯大利的卫星系统中 俄罗斯所有昂贵好几亿的隐形战斗机 如苏34、苏37 隐形战斗机、轰炸机都被乌克兰击落 俄罗斯的战机基本进入了乌克兰的境内 都无法逃出被乌克兰的导弹和刺针飞弹寄落的命运 其中有一场战事 俄罗斯的战机与乌克兰的战机在空中缠斗 但最后因为乌克兰有制空权 有了斯大林的军阙的卫星导航系统 最后把俄罗斯的战机寄毁 另外一宗事件是 俄罗斯的五专直升机 从俄罗斯莫斯科飞返乌克兰的途中 也被乌克兰的刺针飞弹精准的击落 这一些些的挫折 都是因为美国所提供的 斯大林的卫星系统经决 准确的确认住俄罗斯战机的位置 所以乌克兰可以很从容的 击落俄罗斯所有的战机 还有其中一种事件 俄罗斯的坦克部队 躲从在乌克兰境内的住宅或者树林中 同样也是因为美国所提供的斯大林系统 乌克兰的坦克和赤身飞弹能穿越城市中的住宅 击毁俄罗斯大量的坦克 所以AI在这场战事中发挥淋漓进制的方向 俄罗斯在这场战事中可以说吃了一个大亏 基本上俄罗斯在这场战事中所蒙送巨大的损失 至目前BBC所提供的新闻记录 已经有23200名士兵战死在乌克兰的战场中 所摧毁的俄罗斯坦克有1080辆坦克 190架飞机 155架直升机 而照目前俄罗斯的经济水平 每年只能生产250辆坦克和150架飞机 经过这场战事 俄罗斯的工厂基本上已经无法生产新的坦克与飞机 所以美国军事专家认为 俄罗斯经过这场战事后 基本上在2030年内 基本上已无还击能力了 联合国秘书长前往乌克兰 与俄罗斯会面会谈如何停止这场战事 他首先触发点是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面下谈这场战事 不过联合国秘书长会谈之前 触原不幸 俄罗斯与普京首先开战乌克兰 普京听后 当然觉得很不爽 当然不会停止这场战事 去城联合国秘书长飞机飞往乌克兰境内下飞机时 俄罗斯普京大地发射了几枚飞弹 迎接他 在他下飞机时爆炸 其得联合国秘书长 对新闻记者说 这场战事如何会谈都不计一时 无法结束这场战事 而普京对马利波乌克兰 为而不公 烂欧美北业好性 在乌克兰这个弧体洞 因为马利波这场工厂下 基本上是一个十多层的地下城 能够防止美国核子弹 这个是在苏联时代建设的 防止美国与苏联时代的核子大战 所以他的石岩的保护层 差多40米 全长这个工厂有40多公里 以试音试有差不多60%的新加坡的面积 所以这么巨大的地下防底层 防空防核的工厂 俄罗斯当然不会派地面部队 下去围剿 所以他普京已经下令 在地面上锁定 为而不公 锁住这个马利波的工厂 听说马利波工厂下 还有很多美国以及北约的士兵 而且在波兰境内 美国现在已经突击了几万的美国士兵 第四贪得无厌 泽伦斯基真的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战时总统 刚开始时日他只是要求向北约美国 拿身手拿几千元美元 现在泽伦斯基这只大老鼠竟然向北约伸手要了8兆欧元 现在很多送往乌克兰的金钱 以军火武器都被乌克兰 泽伦斯基这只大老鼠吃掉 前线的战场上都没有拿到如期所议定的武器 据新闻报道 泽伦斯基在美国拥有几千万的豪宅 试问一个乌克兰的总统 他一年的工钱有多少 他居然能够拥有几千万的美国豪宅 他的钱是从哪里挨来的呢 所以现在泽伦斯基这贪得无厌 伸手要了又要的态度 实在使美国以及北约觉得是一个无法应付的大疼痛的 抗手的商议 更何况泽伦斯基不管乌克兰人民的死活 只是为了谋求自己个人的暴力和油水 竟然统言这场战事可以拖十年 因为他想赚进更多十多年的油水与暴力 欧洲北约在这场战事方面 他们的生活指数已经经济膨胀了五十多巴仙 美国从中赚起暴力 进口了多大约一百五十巴仙的俄罗斯原油 从中转售到欧洲各地从中赚起暴力 而此时程中美国还责骂印度与中国为何向俄罗斯 买取原油 除此之外 美国占了世界军火山的前五名 所以在这场战事中 美国的军火山来讲是一个大惊慌 他们又能如何停止这场战事呢 现在俄罗斯在美国的制裁下被踢出水的经济体中 可是俄罗斯早已防备 他已经采用自己的水3000系统来取代美国的水师制度 这是一个由二三十个国家所构成的水 他能够用俄罗斯的卢布来支付购买原油 沙蒂拉伯博也改用自己所建设的阿拉伯支付系统 摆脱美元的霸权系统支付原油态度 以此之中 曾经有消息在2014年 奥巴马时代 当时俄罗斯吞聘的克里比亚半岛时 奥巴拉赤了大亏 所以他们已经秘密筹记了这场战事 要拖垮俄罗斯 所以 拜登在这次的战事中 设了这个局 让普京掉入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中 现在这场战事 40多个北约美国国家提供弧线武器与金钱 让乌克兰与俄罗斯作战 脱垮俄罗斯的经济 第六 战略错误 美国挑取这场战事 乌克兰的战事 基本上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因为俄罗斯对美国而言 根本没有什么资格构成威胁 因为俄罗斯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实力 以美国周旋 美国复裂了真正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是中国 因为中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以AI实力 能够明日以美国争议日之长短 去年这个时候 美国到世界各地 散播有关新疆各地雪棉花世纪 从中打击中国 今年拜登构成了印太战略 但是因为这场乌克兰的战事 与印度闹得飞飞扬扬 所以这场印太战略就不吹而散 基本上美国为了反堵中国 而采用的印太战略 印度在这场印太战略中 可以说是一个主角 所以确实的印太战略 对中国来讲 显示一个是一个大波动 基本在经济战略上的印太战略 美国应该采用多方面的 反堵中国的战略 就是为了反堵中国的崛起 美国应该在中国的北方 用俄罗斯 南方用印度 西方用日本来堵住中国 可是这场印太战略 由于印度的阶列 已经缺杀了一个大触口 今年中国在世界各地做财神爷授钱 反观美国因为这场战事 而无法构成乌太战略 而促使俄罗斯 印度 中国 绑在一起 简直是一个战略上的大错误 据精致专家经济考量 美国养活一个乌克兰 现在一年所提供的300多亿美元 哪里足够 而且现在用了租借法律案 提供一些金钱武器给乌克兰 简直是一场试算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的乌东本来是畜产名气 但是因为这场战事无法生产 乌克兰基本上在精致上 是处于负成长 现在的乌克兰 因为这场乌克兰的战事 简直来说是一场断岩残壁 万一一天 乌克兰两手一摊 又能够拿什么来还给美国 所以美国在还住乌克兰 这场战事来说 基本上是土上一个巨大的腹体洞 是越土越大 所以预知这场乌东之大战略大决战 俄罗斯传统部队对决北约世界 四十多国的AI大决战 的结果如何呢 请大家观察第十三季的普京之乌东大决战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